今天上完诗课刚宣讲了 我真的很好奇 想把一些家长的教养问题 来询问ChartGPT 对所以 来我们现在来问问题吧 来这个语音档 我是用语音的 我的小孩学习缺乏动力 超级讨厌英文 该怎么办呢 找出孩子喜欢的学习方式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学习风格 所以要找出孩子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有些孩子可能更喜欢听力练习 有些则喜欢阅读或者进行游戏 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 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 可以让他们更有动力 在计划中设定一些 好来我们来看他的回答 其实他回答已经蛮专业了 就是他们喜欢的学习方式 嗯 好 假设我也是一个问这样的问题的家长 我可能这个问题我无法解决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就什么都不喜欢 他又不喜欢学习 他根本就是不喜欢学习 好 那就很简单来下一步 制定学习计划 一些小目标这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可以 比如说我每天背五个单字 好那使用有趣的学习资源 嗯 有些人觉得英文很无聊 好那这个我可能金门也没有什么资源 我觉得我这做不到 我没办法 好 我也找不到什么有趣的资源给他 好 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 没有课外活动 我们这边没有 没资源没课外活动 好那么就给孩子一些正面鼓励吧 当学习孩子有进步或达目标时 给予正面的鼓励 所以这个家长马上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二跟五 那这也是其实我们在宣讲跟同学 跟家长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大概也是 也是这样子的方式在处理 好那我现在很好奇第二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孩子回到家一直玩手机 不读书怎么办 我们来看他的回答 好 好 大家准备了 这是很不变的问题 设定一个规定时间 设定一个规定时间 例如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 静止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 在这段时间里 鼓励孩子读书或进行其他学习活动 创建一个阅读环境 在家里创建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 例如在孩子的房间里放一张桌子 一盏灯和一些书籍 让孩子感到舒适且有动力去阅读 与孩子一起阅读 在晚上规定时间里 与孩子一起阅读书籍 这不仅可以减少 好那我们是因为我时间有限了 所以首先第一 先要有一个固定的 你的手机家里 有没有使用手机的时间限制 这基本有吧 那你如果没有的 然后你又突然说 以后七点到九点 然后静止用手机 就有第一天第二天执行好 然后第三天第四天 你八点半才回家 然后他七点到八点半 全部都在家 或者是你七点 他要九点静止使用手机 然后你说你要去慢跑 OK然后但是他不要跟你慢跑 然后待在家 怎么可能不用呢 OK所以这是第一个 家长可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二个创建阅读环境 OK这个的确需要 我觉得你就算创建的 这个阅读环境 他不见得回去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至少我没有办法 以他目前中度使用者 他七点到九点没有办法 那我可不可以设定 比如说八点到八点半 就半个小时 我跟我的孩子一起 在这个时间点是没有手机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 类似桌游啊 讨论啊 或者是玩一些心理游戏啊 OK心理小测验的游戏啊 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甚至一起烹饪啊 一起烹饪也是很好的方式啊 使用奖励还是一样 没有奖励 我小朋友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们以前很努力读书 也是有奖励啊 你不要觉得小孩 小孩现在很功力啊 动不动要奖励 我们也是需要奖励啊 对不对 我们也是需要靠什么 这样子才有好工作 这种奖励才努力读书嘛 接下来还是一样 你要自己去监督啦 这个监督真的很重要 监控监督 所以家长不能发懒啊 对啊 家长一旦发懒 常常忘东忘西 然后这个规律建立不起来 小孩当然就会 只会一直玩手机 规律的建立很重要 好那再来我很好奇的问题 通常学生英文学不好 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有许多原因可能会导致 学生英文学不好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问题 学习动机不足 如果学生对于英文学习 没有足够的动机 那么他们就不会愿意 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来学习 家长和老师 可以找到与学生相关的兴趣点 透过这些兴趣点 来激发学生学习英文的动机 学习方法不当 有些学生可能没有 学习英文的正确方法 例如没有建立良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动机不足 那刚刚已经就有交了嘛 最简单的方法 设定小目标 达到目标就两例 就这样 固定的时间一起做 这件事 好 再来第二个 学习方法不当 这个常常出现 就是很多家长 看小朋友背单子 这个我觉得会 等一下我可以追问 不良的学习习惯还是一样 习惯习惯的建立 固定时间固定事情 固定位置 文化差异有可能 好来我再想继续追问 通常不当的英语学习方法有哪些 通常不良的英语学习方法是哪一些 缠着文法 缠着文法 对于文法规则过度缠绕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只是过度的在纠结在文法 盲目背单子啦 这一些啦 真的就是我碰到学生 就是他这些背单子的方法 他其实就是盲目背 而且不但背 而且还不会念 不会念 然后还要死背 所以他会建议你要多阅读 用一些真实的一些英文教材 对 那你如果你觉得 我现在国中生 可是我连拼音都不会 那你就从幼儿园园的拼音啊 从幼儿啊 幼儿学拼音啊 去Google 去YouTube查 幼儿学拼音 应该也就可以学起来啦 就用自己适合的程度去学 没有实际的应用 对 所以除了考试之外就没有应用 对 所以 当然就 没有办法 缺乏注意力 缺乏注意力这就不是只有英文问题 你学各科应该都会产生 缺乏注意力的问题 所以你去观察 不好的学习状态一定是 第一个有没有环境 第二个有没有目标 第三个有没有时间 好 有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嗯 所以我觉得 Chair GTT到目前为止 都蛮能解决一些 孩子们的教养问题耶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来 我相信最大的问题我要问了 你的教养建议 我都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怎么办 缺乏自我管理和行动力啊 还是要你去观察你做不到 做不到就解决做不到的事情 先设立小目标 实行养成习惯 找到伙伴一起 好不好 找到伙伴一起 搞出一个你觉得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和空间 然后接下来你会挫折 你会感觉到失败 然后没有关系 你就再接再利再换别的方法 我觉得Chair GTT回答的非常好 对所以接下来你要不要离开Chair GTT去找好伙伴好朋友跟你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呢 一顺利目标 然后或者是生理找你孩子 你的父母亲 夫妻两个要不要一起 设立目标 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 实行习惯养成 寻求外部支持 确保时间和空间 接受挫折 如果有挫折没关系 我们再重来 我们家庭会议再开一次 然后就再重新再一次 就是你没有家庭会议 你老公不跟你一起讨论 那没关系就找朋友 就这样 相信所有的这些问题 到后来就不会只是理论 而是到后来就不会说 我知道但我做不到 而是我知道 而且我也做得到